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要学习葡萄牙语呢 因为我比较爱足球 所以从小就经常看巴西和葡萄牙的足球比赛 我觉得普语是一个朝阳语言 我国与普语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交友都越来越密切 所以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 选择普语其实是响应时代需要的一个选择 普语是既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后 世界时的最广泛的语言之一 其实普语对我来说在一场生活上面是挺常见的 能够一些普语有什么感受 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非常费舌头 因为语播一个单颤这个因素 我之前没有接触到过的 和我曾经接触的两门语言 英语和汉语有非常大的不同 特别是在它的语音上面会有一些特殊的发音 在语法结构上面 它也显得更为的严谨和简洁 那就是你将来想的普语做一点什么 能够真正的赤道在普语国家领略 普语的历史文化领略当地的人为松行 我希望从事与普达阿语相关的工作 进入外交部去为我国的外交事业清分泌 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学习 语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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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在语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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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语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